小兔说电影 只为精品好电影 大家好 我是沈小兔 小村是位于日本东北地区 某个村庄的小村落 这里没有商铺 若要购买生活用品 则需要去镇上的商铺 来回自行车大概需要一个小时 且都是下坡路 若遇到冬天 路面积雪 步进步慢的 要走一个半小时呢 随着柿子骑自行车 伴随着路两旁的绿色 一路向下 我们便来到了小森 带着英语连绵里放晴的空隙 从山口往下看 小森好像沉睡在蒸汽里 土壤里的水蒸汽 蒸鲜孔后的要散发出来 小森地处盆地 山里的水蒸汽不断地涌入这里 湿度水汁也不断升高 如被汗水浸湿的衬衫一样 空气总是粘着人 近乎百分之百的空气湿度 裸人类有齐 仿佛便可在这空气里畅游了 因为露水过多 田里的杂草总是长得很旺盛 它们是绿地侵略者 田地和道路都要被杂草覆盖了 在户外晒了几天的衣服 也不见有干的驱使 木产也都发霉了 空气实在是太湿了 为了去湿 狮子不得不在夏天升起了炉子 带烟囱的火炉能将燃烧出来的水分 排出屋外 屋内会变得干燥 虽然好热 可是对付霉菌也只能这样了 高温高湿环境利于发酵 于是柿子决定 好好利用这个条件烤面包 因为这里不种植小麦 因此烤面包所用的面包和蛋糕 都是从镇上买来的 放些酵母 揉面混合 放置发酵 这中间要让面团涂两次气 慢慢养面 胚烤出来才好吃 一层一层 将面皮折叠 撒上糖霜 放置进余温200度的火炉里 刚刚好 房间的湿气也除掉了 烤出来的面包香味四溢 出去撒点桑叶回来吃吧 虽然外面依旧阴雨绵绵 远处的山好似穿着一层薄纱一般 但这并不会让柿子轻易去服 为了让麦子长得更加旺盛 柿子需要经常性地在造田里粗草 闷热潮湿的空气已经够烦人了 还有小虫子会一直围着 好烦人 如果这是能来一杯清爽的酸米酒 可真实享受啊 将米酒倒入粥里搅拌 常温放置一叶 之后为了促进发酵 可以放些酸奶或酵母 充分搅拌 温度正好 等上半天就能喝了 发酵好后 用纱布将米酒沥出 倒在准备好的干净玻璃瓶中 再放入冰箱冰一冰 像蒸桑拿一般割完草后 来一杯冰爽的酸米酒 全身的毛孔都得到了释放 有时会酿得很多 所以柿子也会邀请小两家的学弟 幼泰过来一起品尝 山上的糊涂子树 每年到了时节 节的果子会压弯树枝 因为果子又酸又色 从未想过要用它来做果酱 因为树的周围还有其他好吃的果子 因此熟透的果子 只能掉到地上直至腐烂 这让狮子想到了之前和男友同居的一段日子 路上也曾遇到过一棵糊涂子树 可当时自己怎么抓都抓不住那些果子 让他很不甘心 现在又到了结果的时候 拼命长大的果实 到头来却覆水东流 再将果子碾碎的间隙 柿子恍惚间想起了曾为男友下厨的自己 默默地多闹了一句 傻瓜 先将果汁称重 再放入果汁重量60%的白糖 因为不想做得太甜 搅拌均匀后 将果酱煮沸去色 也许就不那么酸了 煮好的果酱装入小瓶内 满满一筐的果子 最后只做成了三小瓶果酱 迫不及待的第二天早上打开了一瓶 涂抹厚厚的一层在自制的面包上 一大口下去 口感浓厚 微色且酸度大的果酱 经不住地发出好酸的苦笑 小时候 当柿子的独自咕咕叫时 妈妈会告诉他 因为胃里住了青蛙呢 直到最近 他才知道 原来青蛙是住在井里的 妈妈每年都会做乌斯特酱油 现在妈妈不在身边 狮子依旧还保留着儿时的习惯 把胡萝卜 生姜 辣椒 和芹菜叶切碎 放锅里加水 汤料 海带 和丁香 以及其他配料 再将切好的蔬菜 倒进锅里熬浓 再加一些辅料 熬煮一个小时左右 金瓢牌不过滤 装到瓶子里 就完成了 狮子一直以为 伍斯特酱油是妈妈的独创 可没想到 长大后 竟在超市里 发现了一模一样的酱油 妈妈又骗了自己 不过 自家做的伍斯特酱油 浇在刚出锅的炸鸡上 也确实更加美味呢 用您体验非常重要 说到妈妈的熏陶 现在的狮子 所有事情都想亲力亲为 用身体去体验生活 秋天 山路旁的榛果 也可以采摘了 把摘下来的榛果烤一下 再磨成酱 放锅里 加上可可粉 白糖 和少许的油 搅拌至色泽鲜亮 妈妈说 这个东西叫抹了吃 柿子一直深信不疑 直到在超市中 看到了全球文明的榛果酱 柿子竟然有点佩服妈妈 将抹了吃 厚厚的涂抹在面包上 这是柿子的大爱 柿子家是沼泽和森林 还有田地包围起来的一间小屋 因此夜间的到访者络绎不绝 有天残鹅 独角仙 猫头鹰 萤火虫 甚至偶尔还会闯进来 觅食的小熊 山间溪水旁长满了鱼酒花 鱼酒花能一直吃到秋天 剥了皮 把根茎放热水里焯一下 做成焯蔬菜 或者拌在咸菜里 鲜嫩爽口 根部的红色部分 用菜刀切出粘性 做成鱼酒花酱 用味噌或者酸味调和醋调味 浇在热米饭上吃 即便在因酷下而没有胃口的时候 也能吃上一大碗饭 柿子在附近的养鱼场 打了一份零工 将养鱼场的红点龟 转移到帐篷区的钓鱼池 幼泰也和他一起 在田野间 柿子问幼泰 为什么又回到了小森 幼泰说 别人帮你把食物做好了 放在那里 却还要吐槽别人 哪里做的不好 我不想过这种生活 柿子很佩服幼泰 因为幼泰回来 是为了直面自己的人生 而自己 却是逃回来的 劳作一天 鱼场老板邀请两人 一起吃点烤鲑鱼 缓解一天的辛劳 虽然鱼汤 只是将鲑鱼 切块熬汤 再放入一点味增 却也十分鲜美 西红柿很顽强 随便丢下的种子 到第二年也能发芽 并且十分繁盛 另一方面 它们也很脆弱 持续下雨的话 新长出来的部分 就会萎缩变茶色 停止生长 直至枯萎 所以在雨水充沛的小僧 大家都用塑料大棚 来培育西红柿 在炎炎夏日 来一口冰镇西红柿 瞬间满雪复火 做菜当然也少不了它 烫去表皮 在水里煮沸去皮 腌在盐水里 煮沸消毒后保存 自制的西红柿罐头 就做好了 冬天可以夹在一面里 夏天直接吃起来 也是冰镇爽口 但是柿子的西红柿 是落天栽培的 受灾的日子 比收获更多 村里人都劝说 让它将温室搭起来 它嘴上说着 它想找到一种 露天也能栽培的方法 实际上它是觉得 见了温室 就感觉要一直 待在这里了呢 它还没有想好 不知不觉 秋天就要来了 影片的片尾 柿子就那样 静静地看着天空 小森林是根据漫画家 五十兰大界 所著的漫画所改编 分为夏秋冬春四组影片 柿子无法适应 东京的快节奏生活 而回到小森逃避 他选择了一种 悠然度日的态度 躲藏起来 去思考自己 接下来的生活 影片中 通过一步步 自制的美食串联起来 让我们看到 即使面对着生存的困难 柿子依然认真地活着 正如热爱生命中的 最后一段所说 我不去想 未来是平坦还是宁宁 只要热爱生命 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小森林 通过宁静安忍的乡村生活 为我们展示了 所谓认真生活 这也是生活 本该就有的样子 好了 这部电影 我们就说到这里 我是爱看电影的 任小兔 喜欢的话 不要忘记 点赞和订阅啦